说书唱戏 家里有钱 站着房啊 躺着地啊 存着多少多少钱 有多少多少田地 妈妈干的挺好 不赖 都挺好 确实有一样心里老过不去 媳妇太厉害 莫大财主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太子 哎呦这个媳妇厉害呀 过门的时候就说了 平生两恨 第一 恨天下为何 不是就我一个人是女的 哎呦那样的话 看我多好 世上其真 就我一个人是女的 他们都是男的 第一是恨天地 第二是恨爹娘 恨爹娘什么呢 为什么把我嫁完了 我今天都十六了 怎么还不早点嫁我当初 就冲这两点 您就知道 莫太太这为人了 我的门来 非常的厉害 当然了 也是把好手 你说屋里边外头 家里边乱七八糟的事 料理的非常的不错 可就有一节 跟自己的丈夫说了 不允许再跟女人接触 哪怕说这男的 长得像女的都不行 严禁接触 要是让他知道了 这算完了 所以起码三五天 这日子不消停 莫老爷呢 胆还小 你要说心里不响 那是下属 有了钱的人嘛 他难免愿意 胡作非为 华神九弟 可有一样 有这么一个太太 看着他 算给管死了 这一辈子呢 生了俩儿子 莫老大 莫老二 咱都说叫什么 就说老大老二 你好记 慢慢的俩孩子 也都长大了 也都娶妻生子 俩儿子给生了三个孙子 一家人过得 就算是挺舒服 老头年纪呢 也就逐渐的大起来了 慢慢的老太太 这心情 算是放下来的 怎么呢 看了一辈子了 到老了 估计应该 没有什么问题了 年轻的时候 防自己的丈夫 就跟防贼似 上哪儿去 都得跟着 一分钟没看见 都不行 这么一劲 眼瞅着 老头奔七十 这年是六十八岁 老太太开了天地之恩 干嘛开天地之恩呢 家里边雇了几个丫鬟 就这一辈子 这么趁钱 家里边没用过丫鬟 不管是扑窗 蝶瓶啊 伺候人呢 干点活 都是男的 所以说老头六十八岁了 老太太认可 找几个丫鬟吧 呵 老头都接受不了了 这是送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嗯 没想到 听说这是开了天地之恩 那么老太太想的是 嗨 都这岁数了 他能怎么着 这辈子让我调教的非常的好 啊 我给训的特别的棒 让干嘛就干嘛 这岁数奔七十了 也就没事了 找的这几个丫鬟 一般来说 不会特别好 你想啊 能卖在人家家里当丫鬟的呀 都是一般人 但凡漂亮 好看 哎 人家外边有别人家 愿意娶的呢 也就嫁人了 能做丫鬟的 都很一般 来了四个丫鬟 啊 这四个往这一站一眼就瞧出来了 其中有一个 我喊 其实要搁到外边来说 就是一般人 但是这四个丫鬟站在一块 哎 那仨 不如这个 我这一站站齐了 啊 夫人说怎么样啊 你看看 这是我弄的四个丫鬟 跑里跑外 跑上房 伺候老太爷 那有个人 小姑娘欣系 老头很激动 我谢谢 你看你挑一个伺候你的吧 哎呀哎呀 哎呀 看这特殊名字 老爷 我叫铁带 大姑娘叫铁带 这差点差点 嗯 这你叫什么 我叫强子 哦 我吵 你呢 我叫大壮 过去啥啊 哎 最后一个 还瞧得过去 叫什么名字 我叫双和 啊 成双的双 和花的和 嗯 听这名 老爷子这心里都痛快 这中国才下个女人的名字呀 哦 双和 熊 熊 熊熊熊 这也行 让这伺候我吧 这个 我那屋也没什么正事 也就是 端个茶 倒个水 啊 垂个腰 砸个腿 也就是这么啊 那几个跟着个忙活别的去啊 后厨啊 跑里跑外 卸个车 用个货 那都能干 都挺高 怎么那仨无了三姑的 啊 夫人说行啊 双和 啊 夫人 嗯 伺候老爷啊 听话 干活勤劲点 别偷懒 有点没高眼低 多想 但我这辈子确实挺不容易 我这一生 跟唐僧取经似的 我竟遇见妖魔鬼怪了 这玩到七十了 我还有几年的活头 嗯 老天爷睁眼 房里边安排这么一个丫头 虽然说 不算美貌多姿 但是来说 也比男的像女的 老头都不知道夸什么好了 不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我跟这丫头我们俩人 踏踏进户 啊 我们俩人热闹热闹 老头打这起 心里边 就有着个想法 一天两天 三天不闲 时间长了呢 老头非常的疼他 双合啊 双合来来来 来 你刚才 熬的这乌鸡汤啊 我这 我不爱喝 你喝吧 给你喝 呦老爷 我可不敢 赶紧 穿着喝 没事孩子 喝吧 疼你这呢 喝吧 喝了 转天 快来 快来 你看这 弄的莲子羹 啊 我也吃不了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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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啊 特别疼的 双合快来 快来 快来 这有这个 做的糖蛋子啊 核桃烙 你看看 脆生生的 我嚼不了 弄的核桃 我嚼不了 你吃吧 哎 呦老爷 您对你们太好了 真疼人啊 你看好东西都给我吃 这核桃 核桃烙 您也给我吃 您真行 您怎么不吃呢 我吃不动啊 上岁数 牙不行了 我就把上面的汤都吃 我 我疼你 孩子 我疼你 嗯 一来二去的呢 心里多少就明白了 十七乍八的姑娘 尤其这个孩子是小门小户的 啊 平时跟街上也满处都去 有什么不懂的 一天不懂 两天不懂 时间长了 没有不懂的 各个人到了一定的岁数 无师自通 不必培训 慢慢的就知道老爷喜欢自己 可是心里也打鼓 怎么呢 瞧瞧夫人那个状态 一天到晚 明着没瞪了眼的啊 老夫人这嘴巴 这老清吁吁的 跟刮歪胡子似的 这要知道 我这打死我呀 不敢 啊 他不敢的 老头给他做私下工作 孩子 不要想这么些 啊 人活一世 你这老琢磨这个 不是事 你看我也疼你 你也照顾照顾 这我这个岁数了 是不是啊 呃 你你 有时间 你就跟我多待会儿 多聊会儿 我这上了年纪的人呢 也没有别的事 也不经常跑外 啊 就咱们多亲近亲近 到时候我多疼疼你 你什么不强呢 三说五说 姑娘呢 就 有点动心 但是 还是不敢 所以没事 有时候 老头这儿 咋子腿 垂垂垂 后背 这给挠到后背 反正两个人是 越来越近 有时候夫人不在 这老头也没溜 但是也没事 你让我抱一下行吗 啊 姑娘 不不不不 不让人笑话 海大怕什么的 就就抱一下 就抱一下 抱一下 啊 今儿抱一下 明儿抱一下 天长日久呢 俩就睡着一被窝去了 哎呀 姑娘害怕 这传出去怎么办呢 夫人要是 你放心 没事孩子啊 夫人知道有我呢 后面您这么厉害 不是 大不了他打死我呗 啊 好 你都打死了 我怎么办 你别喊 你别喊 没事啊 不要紧呢 其实好多事情 家里人上下都知道 为什么呢 啊 就是没有人告诉夫人 可是跑里跑外的丫鬟呢 后来这些个婆子呢 包括手底的人呢 没算 这人到一块 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串鞋话 尤其是人们一聊这个事 就高兴着呢 所以说 和服上下 没有不知道的 到最后老头的俩儿子 儿媳妇都知道了 这大儿子二儿子 坐了一块 也做鞋话子 你说这事闹 这玩意 咱这个爸爸呀 也是没法 老了老了 你是弄这么一梯 这叫什么事 没说得了 咱爹这辈子不容易 是不是 你看看 你看看咱娘 多狠啊 这一辈子家里边 都是用男的 不管炒菜的做饭的 啊 丫鬟这不是最近才偏的吗 是不是 这么多年来 咱家连只母狗都没有 啊 就算得了 睁眼闭眼 老头奔七十了 还怎么着 拉倒吧 你也别说 我也别说 祝福媳妇 祝福孩子 都别瞎说 这事假装不知道 和府上下 等于就瞒着老太太一个人 老太太不论什么事 除了进去还挺高兴 一晃 过了这么几个月 双和觉着不对 老恶心 啊 净痛 自个儿坐着一琢磨 我别是有了吧 这可吓坏了 你要说偷着个老头不干净啊 睁眼闭眼 没人知道就拉倒了 你这要是大肚子了 这可怎么办 啊 一天两天 没机会说 这天老太太不在屋里边 这进来跟老头说 还没说话 眼泪先下来了 我怎么办呢 这个 老头说没事 又怎么着了 来来来来抱抱 什么玩意就抱抱 还抱抱 不抱出了事呢 跟你说出事了 找 夫人知道了 比那个还厉害 这么说 夫人不知道 不知道 那没事 你说吧 什么事情 哎 我那个觉着恶心 老想吐 我这个 一天吐好几回 你都火了 你吃点败火料 什么玩意就败火了 嗯 我跟你说啊 我可能有了 啊 你该怎么办 啊 有了 哎呀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少哥说 可以 这我不小心的事嘛 你说怎么办吧 是的 如今没工夫都咳嗽了 这要让夫人知道了 我的命就没了 你说怎么办 老头想了想 哎呀 这怎么呢 我也是 一时糊涂干了这个事 险如今 你这怀胎有孕了 真让夫人把你打死 我这心里也不是字 而且不光打死你 我估计 连我也够呛 是吧 要不然咱俩人 造反吧 哦 就咱俩人就造反了 能反到哪去 是啊 连这门都出不去 那怎么办呢 想了又想 老头说这样吧 我干脆 找个人家 把你嫁了 我跟那边说好了 到时候呢 多给点钱 让他也别拾这茬 啊 你瞧这是个凡吗 双合一琢磨 其实也无所谓的事 本来已经做了丫鬟了 自本也就这样了 要是真找一合适的人家 过在门去 人家不嫌我 这边再到时候给点钱 也一样过日子 而且呢 也省得跟这当丫鬟伺候人了 想了想 行 好吧 那那您赶紧派人找去吧 哎哎哎 你这些日子 你躲着这夫人 听见了吗 别让他瞧出破绽来 哎 双合就出去了 老头找人吧 啊 打不然出去问他 看谁合适 还不能离得太远 有个照应啊 家境啊 红红面面的 你反正他这样的是 高不成低不就 哎 找着找去 找着这么一个人 做小买买 杂油条的 姓猪 叫猪三 啊 一个人 日子过得也挺苦 有这么两间小房 每天自己和面 炸油条 做小买买 祈祷贪黑的 也挺不容易 日子过得是江湘虎口 你谁有媳妇 跟他呀 老头一琢磨 这也不赖 嗯 我得找了吧 啊 找了一说这事 周三是挺高兴 我愿意 我这个反正 我也一个人 看您这是 赏我这么一个丫鬟 我我我谢谢您 我你先别着急 你回去听准信 啊 我得跟夫人商量商量这事 完事你再来一趟吧 哎 打发猪三走了 晚上跟夫人坐的屋子里边 删了这个事 嗯 太太 啊 怎么着老爷子 啊 我呀 想了又想 琢磨了又琢磨 这个事 我必须 要跟你商量 哎呀 老夫老妻一辈子了 干嘛这么客气 你说吧 嗯 承蒙夫人好意 把双和拨在我的房中 做个丫鬟 直到如今 我是不得不说 不得不讲 夫人你稍安勿躁 话音刚落 夫人站起来 一周这桌 哭啦 拿脚踩在凳子上 呦 你听到你怎么着了 哎呀 我得亲娘祖奶奶呀 我没事啊 你说你 要干嘛 不是我要干嘛 我是说准备把他 找个主给他架了 哦 你看看 我忙撞了 哎呀 你何止忙撞 你是个疯子 你这是 归着吧 都归着好了 我没听清楚 你到底要干嘛 夫人 我是这么想 我 你看啊 你对我管教有方 是不是 这一辈子对我非常的好 而且呢 我在你的调教下呢 我也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 这也是你一忘死成龙 是不是 我这一辈子坚持下来不赖 马上就快到七十了 人家和七十鼓来西 而且来说 家里边老有这么一个丫鬟 出得进去的 穿洋出去 好说不好听 人家得说我正经 一辈子到老了 不正经 所以说我想了想 这个丫鬟 我还是不能留在身边 我准备找个主 把他架出去 以免穿洋出去 好说不好听 这句话说 夫人感动了 哎呦 老头子呀 你简直你太懂事了 你这是啊 这什么调教有方啊 啊原来我说你还怕你不爱听 现在这么一看 太好了 哎呦 行行行 我支持 你找一组吧 找一组那个 给他架了吧 啊太好了 这说妥了 转过天 把猪三又叫来了 这个事 夫人也愿意 我也愿意啊 双和自己也挺愿意的 所以说现在就看你了 你要没什么话说 这事就成了 哎呦 老爷在 您我能有什么说了 我一扎油条的啊 就这么两间破房子 什么都没有啊 他能跟着我 我有一媳妇 我这哪说理去 我自个都觉得美的 我谢谢您吧 嗯 成 反正他根本这儿 也挺好 一天到晚呢 不管是吃和穿戴都不赖 他走了呢 之前这儿的衣服 他自个儿的东西呢 我们也不留 都让他带走啊 呃 完事过着门去呢 你对他好一点 听见了吗 如果说一天到晚 非打则骂 让我知道了 这茬不行 听见了吗 哎哎哎 我知道了 那我回去归着啊 归着吧 明天派人把他送去 哎 朱三回家收拾屋子 归着好了一切 就等着 一直到了转天的上午 莫老爷派人 用一乘小叫 把双合就给抬来了 后边还弄着两个大箱子 还有几个包袱 都是应用织物 还有自己贴身的衣服 临走的时候呢 老头又偷着给拿了点钱 跟他说 你去啊 上这跟他好好的过日子 日后如果来说 有个马高等短 缺钱缺梁子 我还管 而且我定期的派人 给你们送吃的 送钱 所以说双合也没觉得不高兴 终归跟这个老头 不会有好结果 有这么一个归宿 这是个不错的事情 来在这儿 下了轿 进了屋 猪三也很高兴 挺漂亮 你虽然说 郭策天香谈不到吧 但是来说 跟自个儿 夫妇有余 也没花钱 分文都没花 白得一媳妇 而且来说 随后老头派人送了几条米 又送了些个钱 这日子就算是不错 挺好 行嘞 我也没有什么能耐 以后呢 你就跟着我过日子 我好好对待你 咱们就得了 日后咱们再生一孩子 接续我住家 后代香烟 双合说行 这个能办得到 这个很快就能做到 这事还没听明白 街坊邻居都来道喜 恭喜吧 这个猪子哥这回算是行了 娶了妻了 过日子 眨眼之间五个来月 双合生了一大胖小子 街坊邻居都来道喜来了 哎呀 道喜道喜 你看这就省事多了 是不是 过门五个月生一孩子 大伙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猪三自个心里也明见 因为这过日子这段时间 两个人一聊 尤其一瞧好这么大肚子 一说怎么回事 说好也实话实说 如此这么办 这么办如此 你看怎么着吧 那能怎么着啊 当初说的也挺好 而且自己穷成这样了 有人跟你那就活该了 这就不赖 也没往心里去 大伙一道许 他也挺高兴 你看看 这不是得人家计了吗 挺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都挺好 十里八村 街坊四林都知道 逐渐有一个小小子 但是是墨家的根 是墨老太爷的儿子 带着肚子过来的 大伙都知道 平时街坊四 六十聊天 说个一句半句的呢 猪三也不往心里去 所以这事呢 大伙没当回事 眨眼之间 这孩子 长到十一岁了 每天没事呢 跟着他父亲 跟着他母亲呢 干活 忙活着出摊 现在日子稍微好一点 因为老头隔三差五了 也送钱 之前生孩子呢 消息传过去呢 他挺高兴 你看看哈 有这么一茬 没想到 显如今生一个儿子 我这家里边有俩儿子 我外边还有一个儿子 行了 这孩子最起码在他们家 不能受了委屈 吃了亏 没事呢 打不人 隔三差五呢 送点钱呢 送点米面 要不给双和送点手势 双和挺高兴 欢天喜地 周三呢 也不往心里去 管他哪个呢 有吃有喝就算得了 当着媳妇自个儿也走上了小康的道路 所以家里就算是过得挺好 而且不光是炸油条了 现在添了很多的小吃 日子逐渐的就富裕起来 这年到了这个孩子 十二岁左右 莫姥爷呢 就觉得身体不是很舒服 因为这年七十多了 早晨起来 就觉得心口这儿堵得难受 孩子们说这怎么回事呢 请大夫瞧瞧吧 大夫没等到家 他这已经闭得眼了 哎呦 家里瞧呢 办白事吧 本来就有钱 大办白事 搭着起起的大棚 过节的牌楼 中国二楼 蓝白纸花 扎着彩牌楼 上写三个大字 当大事 大办白事 家里边哥哥穿的都跟白人似的 俩儿子 莫老大 莫老二 俩儿媳妇 三个孙子 主持人呢 这是老太太 哭一大爆 你说老两口子 有时一辈子也嚼气也打架 但是没了 现在也难过 这哭吧 搭领棚办白事 十里八岁 全都轰动 这个消息传来之后 人人尽知 绍兴福 有这么两个泼皮 无赖 也知道 泼皮 现在来说 就是流氓 到了东北 这路人叫地赖 到了天津 叫狗烂 其实说白了就是臭流氓 俩无赖 也甭说叫什么了吧 一个是小宋 一个是小崔 这么俩人 俩人闲着公室 酒馆里边喝酒 听大伙一说这茬 这俩人油腿 喝里啥子 啊 莫老爷可死了 那可是咱们这儿 有钱的财主 这回行了 啊 大半白事吧 我估计这棚白事啊 花钱少不了 啊 这俩儿子得好好的花钱 那个说 嗯 他可不是俩儿子 他是撒儿子 怎么撒儿子 你看看 他家里边是俩儿子 他外头还有一个呢 哦 你说的是 猪三家那个 对呀 你怎么了 你啊 想当初 小丫鬟双合 跟老头油染 不干净 带着杜出来的 嫁给猪三了 过了门走 五个月 生一大胖小子 知道吗 走着接着 现在咱都说 猪小三 猪小三 他爸猪三 这孩子猪小三 其实不对啊 他叫莫小三啊 他是莫家的三儿子 哦 你瞧瞧 这老头有点意思啊 仨儿子 不过遗憾的是 这小三 不能上零钱 哭掉 那个一听就愣住了 我说 大宋 怎么着催呀 他不能上零钱哭掉 这是个遗憾 他应该去 你疯了 他去不去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哎 这李进士大有文章可做呀 你想啊 他是莫家的宁种私生子 他飘零在外 但是他应该认祖归宗 他应该到灵堂去哭哭去 我说你闲的呀 啊 他去不去 与咱和干呢 哎哟 兄弟 你还是太愣 应该让他去 他只要去了 对咱们有一个天大的好处 你看看吗 我还是没有你坏啊 你给我说说 到底他去对咱们有什么好处 嘿 你琢磨不透 他们都琢磨不透 这个事 全在我身上 我出一个主意 我让他零钱掉效 咱们俩人 最起码这三五年 就指着这一个事吃了 你看看 还有这个好事 那咱走啊 走 你听我的吗 小翠 小宋 以前以后出来 赶奔猪三的家 来到猪三家门口一站 还我说 屋里有人吗 出了一个 咱们谈点买吗 你先走 我来到最后 这一天 我来到你 我来到你 去 犯人 关门 没有事 我来到我 我来到 我来到我 只要 我来到你 我来到你 感谢观看